阿拉伯广播公司发言人称 半岛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 周五在加沙地带南部身亡 半岛电台在早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摄影师萨米尔·阿布·达卡和一名同事 在报道一所学校爆炸事件时受伤 军员人员无法及时到达并带他接受治疗 据巴勒斯坦记者辛迪迦称 自10月7日以来 已有90名记者在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丧生 半岛电台称 记者们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市 被无人机发射的导弹击中